缝这个兜啊 我这个颜色浅 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而且我这个呢 现在缝了一半 大家就知道怎么缝的了 就是你这个找好这位置啊 位置找好以后呢 帧数数好了 这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开始缝 从这个底边的这个右角开始缝 缝到左边 完了以后再往上缝 把这边缝上 缝完以后把这个口罩线头 直接就给它藏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再缝这边啊 这边你就好找了 这边顺着这个针的这个镀线 这一点一点缝就好缝了 现在我们缝这边这个 首先我们缝的时候啊 你看它这个不是所有帧数吗 因为你这边上要缝进一针 所以你要把这个线头呢 给它搁在这个位置 甩出一针去 这样你缝的时候 这针才能压到底下 所以你就要从第一针 跟第二针的中间这开始 完了对着这个针 对着这个这个第一针 因为我这刚开始拿线都找好了啊 从这开始 完了对着这一针 对着这一针 一针对一针 这样就对好了 就是你上边这个兜片的时候 一定要甩出一针去啊 这是第一针 完了我们这是第二针 第三针 第三针 这底边就这样缝 缝到最后的时候甩出一针 现在我们从这底边缝到这儿 你看最后这儿也要甩出一针来啊 甩出一针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横着缝了 这样缝的你也不用找 因为你正好缝到这根杜线这儿啊 顺着这儿就给它缝过来了啊 这上边呢 我们同样按照这个度线这么缝 头几行你可以缝一针啊 这样你看 这几行缝一针 你上面可以两行一缝啊 你看 调两根度线 你上面要调两根度线 你底下这儿也要调两根啊 这儿也要调两根啊 就顺着这个度线就缝上了 缝都口罩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一行一缝 的 uma大小的一个一甲 就行交换吧 这是北洋韧地的 是一个影响的 没关系 在这儿了 的下仲来的 真的 的 的 这位置 我们过来的 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线头 给它藏好了 这个兜口罩一定要注意 给它多缝两针 这点给它多缝两针 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它这兜口罩就好一点 不会有缺口 这样就没有缺口了 我们就直接藏线头 把这俩线头都给它藏进去就行了 这时候我们再另接一根线 把这线接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刚开始这儿不留了一针吗 是在这个位置 这边留点线头以后 我们从这儿把这针穿过来 我们这第一针一定要找到你甩出那针以后的第一针 然后穿到这个镀线后的 这时候我们把这两根线给它记一下 记好以后 我们先把这个线头藏起来 因为你缝上以后 你就不好藏了 藏好以后 我们就按照这个 一针一针对着缝 一针一针 同样我们缝到最后的时候 这兜口罩一定要给它多固定两针 这样就好了 最后我们把这线头藏起来